我们在虚幻的世界里面迷失了 所以没有拥有真理的人 是很不幸的 但是拥有真理就必须依法 而不可以依人 我们父弟子大部分崇拜 形象 大一真理 看到这个法师长得高 又帅 又庄严 长得矮的不听 很奇怪 他是看那个像的 不是看真理的 这个法师述读的很多博士 就很快要亲近了 这个都是不明白道理的人 解脱跟协力无关 跟博士无关 跟素质的善根有关 素质的善根有关 不都告诉我们 没有智慧的人 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世间人千言万语 不如见性大物人一句话 为什么 世间人千言万语 就是咋 烦恼 亲戚朋友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哪一个政治怎么样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看了新闻报道 我看了新闻报道 我就观起来 众生要的就是这个 很辛苦也很可怜 为什么 这些众生喜欢的 政治啊 经济啊 教育啊 这些众生喜欢的 这些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因为息息相关嘛 可是还有更重要的一层 是佛陀解脱的真理 没有因言碰到 碰到也进不来 今天 就在这一刻 在这诸位 我们将佛陀的正法 传出去 诸位 开始向大解脱 无烦恼 大自在 就近平等的菩提之道前进 首先 赞叹大家今天的参与 并恭喜大家 心中将开佛的 大波的智慧 本质具足 的大慈悲心 大洗手心 就要启动 世间人 结婚是大日子 诸位 天经文法 比结婚的日子 更重要 结婚 生一个 两个 每天吵架 年龄生产 每天又吵 又生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后面还有好多 stand by 一直生 一直吵架 一直生 到最后 死亡了 躺在棺材里面 发现说 而你并不一定 可以依靠啊 所以佛陀讲 至一子 法一子 末一一子 你要依据佛陀的正法 就至一子 就是依据 我们每一个人的 内在的智慧 至一子 依据佛陀的正法 法一子 末一一子 千万不可以依靠 任何其他的东西 要解脱 就是要依靠这个 至一子 依据自己的智慧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佛 都是未来佛 法一子 必须依据佛陀的正法 末一一子 千万不要依靠其他的 我们先说 正信的佛教 再谈解脱 正信的佛教的定义是什么 以佛陀的正知 正见 正念 正觉 正受 来作为自己修行的依规 方向非常清楚 就是依佛 依法 依身 依自信 本质基督的智慧 来作为自己修行的依规方向 能直达究竟菩提的正切信仰 就是正信的佛教 换句话说 我必须以佛陀的思想 来修正自己 什么是修行 修正错误的观念 修正错误的行为 就是修行 这才是修行 佛的正知 正见 正念 正觉 正受 诸位 破写显正的时候 说有写之 写见 有正知 正见 这是破写显正的时候 才讲的 在进一步来讲 真正的正知正见是什么 就是无知 无见 知见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意识形态 观念 强烈的意识形态 因为佛教的术语 名词很难懂的 对初学佛法来讲 这个佛教的名词 是很坚实的 就像小学生 读书一样 很困难去理解的 刚出学佛法就是很辛苦 为什么呢 小学生呢 有一次 有一个老师 出了一个题目 作文题目 叫做陆陆续续 陆陆续续 这小学生呢 刚刚读书 老师叫他写作文 他就写了一段 说 下班了 我的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 就不知道爸爸到底几个 就是一个一个进来 我的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 就很严重啊 这个 一个回家都不得了 还陆陆续续的回家 这怎么得了 知道 这个小学生呢 对这个陆陆续续啊 还不是很清楚 有个老师 隔壁班老师 出了一个题目 叫做欣欣向荣 欣欣向荣 那有一个小学生写作文 因为他不晓得欣欣向荣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写了 我的哥哥长得快又壮 长得欣欣向荣 我非常严重 欣欣向荣是指树木啊 欣欣向荣是指树木啊 有一次啊 我去新加坡啊 跟新加坡人谈话 谈到一半我跟新加坡讲 试过境迁啊 不要再谈了 他说试过几千啊 几千 阿弥陀佛 试过境迁啊 他是问试过几千啊 这个就是 小学生对这个名词 名相 成语 不会用 初学佛法的就是这样 会很困难 不过慢慢欣喜 那 我们说破血险正 才讲正知正见 正念正觉正受 要进入 慢慢进入了修行的阶段 叫做 叫做无知 无见 无念 无觉 无受 无知就是没有能知 没有所知 无见就是没有能见 也没有所见 无念就是没有能念 也没有所念 无觉就是没有能觉 也没有所觉 诸华毕竟空击 没有能受 也没有所受 叫做正受 讲到这个 是第三个层次 再进一步的功夫 就不是这样子了 出地上的功夫 他就不是这样子了 叫做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念 如是觉 如是受 这功夫还不够 在进一步 叫做知如如来的如 知如 见如 念如 觉如 不可得 这样还体会不够 叫做 知 不可得 避进空 见 不可得 避进空 念 不可得 避进空 觉 不可得 避进空 瘦 不可得 避进空 这个功夫还不够 再进去 没有任何言说 连话都不能讲 无神圣有生 无言圣有言 一动不如一镜 有为不如物为 生灭 不如不生灭 直下空境 不可说 心里 灵灵 灵灵 但是不能说 说 就是语言 就是文字 会入入观念 所以禅宗讲 说是一物 急不中 说佛性是什么 就错 开口就错 所以法是不能讲的 法是体悟的 佛法是觉性的教育 在没有觉性开采出来 要先教育 教育要开采觉性 但是了悟了急性 并没有任何的对立 全部都是绝对 什么是佛 绝对的 大智慧 什么是佛 绝对的大解脱者 什么是佛 绝对的大自在者 什么是佛 绝对的大平等 平等性 什么是佛 绝对的大慈悲心 什么是佛 绝对的洗舍心 没有一样 不是喜业的心 不管这个事情 如何的动荡 他对众生 依然 如如不动 完全 大慈悲心的不失 什么都不为自己 这是佛陀的境界 虽度无量无边众生 时无众生可度 也没有众生可度 何以故 世大本空 无因无我 诅法毕竟不可得 我们借向 慢慢的去体悟 这是讲教 比较深入一点的 有人听到这个地方啊 两眼发直 一直看师父 是在讲什么 要借着卖来 早知道就不想来 辛苦解脱是需要代价的 就是听经文法的 信仰是理智的原系 不是感情作用 为了真理 佛陀引起弟子 佛陀说 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权威 权威有时候 也会错误的 也会错误的 正知 正见 正念 正觉 正受 就像大海的指南针 茫茫茫的大海的灯塔 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卫星定位 飞机的导航系统 一个人没有正知正见 修行 没有导航系统的话 怎么样 飞机起飞 没有卫星定位 没有导航系统 到不到目的地的 飞机起飞以后 你飞往哪里啊 佛法是很难啊 前世纪最难搞定的就是佛法 它是不可思议的 心境 不生不灭的捏盘心性 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它不是世间的学问 把佛法当学问来研究 只能造就几个学者 不能造就主师大德 跟解脱无关的 佛法把它当作学术来研究 就可以理清一些观念 也不错 但是跟解脱是两码事情 大学教授研究佛法 大学教授研究佛法 跟祖师大德 那个真参实现 生死自在 是两码事情 一个是学问 那是指上谈兵啊 一个是真正的入佛的境界 是解脱的真实境 这完全脱离语言文字 是内心里面得大自在 大解脱 打破一切的无名烦恼 那一种真正的功夫啊 佛道是真功夫的 不是搞宣传的 佛教不是人多 人多是热纳 如果你不开大自卫 不见性 不受用 那这么多人做什么呢 菜市场也很多人啊 人多 就热纳 佛教不是搞热纳 佛教是受益 一定要能够受益 觉得 我今天来听闻佛法 真的是不虚此行 有一个小姐跟我讲说 哎呀师父相见恨晚啊 相见恨晚啊 她说我不知道佛法这么好 这么好 飞机没有导航系统 没有卫星定位 没有了这些设备 我们将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地 永远没有办法 一个婴儿 没有母亲 母乳 这个婴儿一定死亡的 一定死亡的 一个佛弟子 没有正法 法生会命 就会死亡 法生会命啊 道场里面没有正法 就像一个人 失去的灵魂 整个佛教没有正法 佛教便可以直接宣布佛教死亡 佛教已经是植物人了 正法是整个佛教的灵魂 佛教不只是举办法会 还要开智慧 总不能说 今天来拜观音灾啊 拜一拜啊 大家来吃个素菜啊 吃一吃佛拜一拜 也不错啦 也很有善根啊 拜一拜以后 吃不完的 随便 师父就吃杯了 随便里面包 包回去了 他很高兴啊 观音法会都跑第一了 原来是来包东西的 来包东西的 以前啊 我在一个山上 一个比丘尼啊 老比丘尼啊 把这个道场给我 给我 他是客家人 那给这个道场给我 他就举办这个法会 客家人都很节省啊 客家人就是类似的 北部哈 南部哈 广东哈 广东哈 广东的佛不佛啊 啊 不要卡气 啊 佛塞里 就是 吃饭了 吃饭了 因为 这些客家人啊 都是 六七十岁的婆婆 我们对他都很恭敬 这个佛不啊 很有智慧的 你的智慧都没想到 吃饭吃饭了吃饭了 吃了快结束的时候啊 突然听到了很大声 是什么声音呢 大家里面从口袋里面戳出塑胶袋 接下去动作就不用讲了 我还这么厉害 来给观世音部的钱 还带塑胶袋 还自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父都还没讲喔 全部包光光 啊 这看 啊 师父还没吃呢 不啊 要吃自己买了 要吃自己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了解 慢慢改变这个观念 有这个善根 有这个因缘 来参加观音法会 记得 要更进一步的 求佛徒的智慧 这个才是重要 所以 来到场 不要只想吃饭 吃水果 当然也有布施 也有布施 有一个人 来我们的文书讲的布施 布施了以后 他布施了两千块 他这次来碰到师父 佛利法师 我布施了佛陀两千块 哦 是是 我说菩萨你好有善根啊 第二次来碰到这个老菩萨 佛利法师 我在文书讲的 有布施两千块 这个老菩萨是不是得到忧郁症 每次碰到我都是 好像要那两千块回去 每次碰到我每次都重复讲 我说我知道啊 后来三次四次 讲了第五次的时候 第五次跟我讲的时候 每隔一阵子他就讲一次啊 怕我忘记啊 哎 佛利法师 我布施文师讲到两千块 那时候我为了叫唐他 我就是要拉高嗓子 我就跟他讲 你为什么常常跟佛陀算账啊 哎 算什么账呢 对啊 他就这样很有善根 可是不懂佛法 布施卡住了布施的观念 不懂佛法 布施是连那个观念执着 要同时布施出去 要同时布施出去 才是真布施啊 还是真正的布施啊 他不了解啊 一个女人 嫁错了人 嫁错了先生 也许啊 他再化妆一下 哎 也许会有第二春 可以再选择结婚 再找一个如意郎金 如意郎金 你不晓得 台湾有一对啊 九十一岁的 跟八十八岁的 结婚哦 两个加起来 将近两百岁哦 将近两百岁哦 然后那些记者结婚 请记者去采访 那那些记者记者 就说 啊 你们今天啊 哦 不简单啊 九十几岁还结婚 来 亲一个亲一个 记者去作弄他 要亲一个啦 这个新郎啊 本来是很不好意思 这个亲一个 牙齿掉下来 因为 那个牙齿没好好的 照顾好 一亲一个 吸了太大了 牙齿掉下来 这个男孩子啊 拿去啊 就洗一洗啊 还一边吹口哨啊 真是有味道的女人啊 阿弥陀佛 人啊 很难讲的 一个修行啊 福到的 初学佛法的人 如果 跟错了上人 跟到了二支 歇见的师父 今生今世 不但不能解脱 还会下山土 受无量苦 还会受无量苦 出学佛法的人 选择大善之士 亲近 路到 是生命中 非常非常 非常重要的课题 如果要对保了 今生今世 快乐 幸福 解脱 安详 临终 往生净土 如果选择错 压错保了 无量劫后 你还在轮回 苦不堪言 苦不堪言 显对 和显错 潜在于 个人 素质的善根 和福德 以及今生今世的姻缘 万法 勉强不来 所以今天 在座位 在座主委 你能坐在这里 是非常不简单的 很有善根的 师父赞叹大家 出学佛法的人 根本就没有能力 去分辨 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写法 没有这个能力 他认为 他师父所做的 通通对 他亲近了以后 都是用感性 不是用理性 反正我是师父的徒弟 没有明辨 是否的能力 因为自己没见性 很容易被欺骗 为什么 出学佛法 要找到真正的 大善知识 去哪里找呢 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每一个法师 都他 都说自己 是正法 那你如何来辩论呢 来辨别呢 那何止又是 邪知邪见 他也不晓得 什么叫做邪知邪见呢 什么叫做二思识 什么叫做善知识 出学佛法的人 根本就没办法 为何 跟从善知识 和恶知识 选择的善恶知识 绝对的 决定了 自己的法身 会命 是如此的重要 为什么 我用一个比喻 你跟着一只野狗 后面跑 你会发现 一堆死 死就是大便了 跟着一只老虎的 后面跑 你会发现 一大片的森林 老虎 就是比以 佛陀的正法 佛陀的正知 正见 正确的解脱 方式 和方法 手段 才能达到目的 跟着一只野狗跑 野狗 就是比以 二只 二剑 所以佛在经典里面讲 外信善向 内心 怀着二只剑 坏乱 佛陀的正法 也就是说 这个人看起来 很有修养 很善良 都讲好话 看起来 但是只要讲到 思想方面的 就是他对 其他人通通不对 所有的信徒 都落入他的观念 都没有办法觉悟 不是依法 而是义人 所以在座诸位 要了解 佛陀讲的 不管你是现出家乡 是现在家乡 只要 坏佛的正法 坏佛的自见 非佛地质 非佛陀的地质 诸位 诸位 修行 所以修行之见 接听一切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南传 是北传 是藏传 通通要预据 佛陀所说的正法 一步 一脚印 脚踏实地地 去观照 一点 一点都不可以 一页 不行 处事 就是与人相处的处事 处事 态度 不决定一切 你非常的真诚 对待人家 纵然对方 没有很好的反应 你的果报 是会很好的 因为你诚恳的 诚恳的待人 你的态度 如此的真诚 如此的诚恳 如此的忠厚 如此的诚实 所以智希家讲 当我们对自己 诚实的时候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可以欺骗我 就是如此 要对自己诚实 这个鼓掌啊 也不用缴碎金 不必吝啬 再一次看看 哎呀 如果这鼓掌声很大 我就会考虑 下次要不要来马来西亚 在经典里面这样讲啊 这句话 你要注意听 如果生僻袈裟 不说正法 怀恶之见 专门坏佛的之见 这个会变成一个 可怕的杀手 因为他现出家乡 没有人敢动他 没有人敢批评他 坏佛的之见 这个是可怕的杀手 是专门杀掉 众生的法身毁灭 世间人闻到正法 是很困难的 叫他要坚持 更困难 世间人 搞神通啊 大家喜欢 哎呀 哪一个和尚啊 有神通 跟着跑 哎呀 和尚啊 可以把这杯水啊 来变到那边去 哎 这个和尚啊 可以把苹果啊 变为极致 哎 这个和尚啊 明明在房间 为什么我突然 看他 在市场上走呢 这一定有分身 哇 这个一讲啊 心动 不如马上行动啊 马上 跑去找这个 搞神通的 你瞎巴也不知道啊 这个众生喜欢 看到致病 大家都会有生病 最好 去找 啊 好 师啊 师父 你帮我加持一下 看看 画画什么做 没关系 不要 只要不是乱七八糟的 做都好 只要我的病会好就好 师父 你救救我 这个众生喜欢 持重 众生喜欢 求财 众生喜欢 显意获重 众生喜欢 讲求感应 众生喜欢 鬼神附身 众生喜欢 众生很喜欢这个 一复生以后 就开始讲话了 开始讲话了 是不是啊 台湾啊 有那个寄宫啊 寄宫啊 这个不是正心的佛地址 不是正心的佛教 寄宫的神坛啊 常常戴一顶帽子 穿着这个破烂的衣服 还拿了一把破的扇子 左边还拿着个酒啊 酒啊 一边喝酒 然后就附身了 说 我是寄宫 附身 大家就跪着拜啊 大家就跪着拜啊 就跪着一直拜啊 是什么 生都不知道 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啊 还喝酒 还有这个鬼神 附身以后 看了满足的这个水果 他不喜欢 他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给我准备花生糖 鬼还知道有花生糖哦 还不错哦 然后就一边啊 吃花生糖啊 一边鬼附身啊 喝酒啊 善知啊 就这样 诸位 正心的佛教 没有这个鬼神附身 正心的佛教 也没有讲究 地理风水 地理风水 它是参考 看时间跟空间 这个不是修行内的重点 修行内的重点 是如实修行 如实听经 如实文法 开大智慧 解脱 这个是我们的重点 地理风水 属于参考 正法 正心的佛教 没有算命 算命 不如认命 有一个69岁的婆婆 69啊 在嘉义就是70啊 来到文书讲堂 就说 惠丽法师啊 我 嫁了一个 不讲理的老公 我从年轻 打到现在 还在打我 我恨他 我恨他 我说 婆婆 你总共生几个 她说 我生九个 阿弥陀佛 常常打还生九个 这不打还得了 生二十 自己可以开义幼院啊 是不是啊 二十个通通剃肚 不用外面的法师啊 爸爸当住持 妈妈当当家 后面排整排 都是自己的儿女 二十个自己 可以搞一个道场啊 不需要缺外面的法师啊 是不是啊 那我就问他 你69岁 你跟我讲这些做什么 难道 你还想要第二春吗 还想要另外一个男人吗 还问重一点 69岁呢 人家念佛已经准备 阿弥陀佛要来接迎的呢 开什么玩笑呢 Are you kidding 还用英文 又要问他呢 所以我们了解 算命 不如认命 都已经结婚了 老夫老妻了 是不是啊 为什么常吵架 好 我问一下 结婚十年了 超过十年的 超过十年的 从来没有吵架的 鸡手 鸡手 十年了 十年了 我以前在讲经说话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鸡手 我吓一跳 你们夫妻十年都没吵架 是的 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先生车祸植物人 我说植物人怎么跟你吵架 吓死人了 植物人怎么会跟你吵架 像这个 我讲的是正常人 阿弥陀佛 有的这个徒弟啊 笨到海内外啊 还在笨啊 好了 正信的佛教 不关心 不忘懂 就是看这个日夜星辰啊 这个是外道法 正信的佛弟子 不求财 不求仓寿 因为求仓 求仓寿 佛陀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致敬其意 财就会来 就会长寿 多行善吗 自然有财 多行善吗 自然有寿啊 寿命的寿啊 不是寿生的寿啊 寿生很辛苦的啊 我看那个台湾的广告 卖那个 卖那个一瓶的寿生 一磨以后 他就